总统候选人柯文哲今天一早前往澎湖进行离岛的拜票行程 而回应到政治攻防部分 因为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赵兽康曾喊话柯文哲要管好副手吴欣盈 而柯文哲则回呛了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管不好赵兽康 侯友宜则在回应难道柯文哲是羡慕他有一个好副手吗 对此柯文哲有罪行回应 侯友宜有讲说你会不会非常羡慕他有这样的副手 我是不希望活水战 我现在怎么看他都是有很好的保姆 副手他有双重国籍的话 那主席是不是会立刻宣布民众党退选呢 这个就有依法形式嘛 但是我希望中选会针对萧美琴的国籍问题 用同样的标准检视一下 好可以听到柯文哲这边是把球再抛回去 是大酸侯友宜难道是找了一个保姆吗 而除了这个议题之外呢 其实民进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 最近也因为国籍争议被讨论 柯文哲在喊话应该要查清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